236 萬寶周刊 2015年7月20日 雜誌008 財富中國No.1133 《鄧方希莊活類活》就是 剛歲朋友開的月子中心為處上海的精華區域 地段好、裝修高檔、有自己的中央廚房 可以根據營養師的配方條理產庫適合的餐點 還提供宿舍給外地的阿姨 便於集中管理 七十多個房間 平均每個月十萬人民幣的中等收費 住宿率高達九成 遇到生產旺貴 如中國人喜愛的生肖年 房間供不認求也時常有的 但近一年來 朋友卻是非常煩惱 沒人不知道 中國人現在是有錢就是任性 到世界各地的消費花錢不手緣 一胎化的政策下 一個小康生活以上的產庫多摩金貴 跟小孩有關的行業 如月子中心 就是剛稅中的剛稅 但朋友每天面對的客戶都是被兩個家庭的七大姑八大衣襲總愛在一身的產庫 客戶服務就必須要有強大的情商與智商 再來提高服務的護理人員 有護士執照的高端專業人士 更多的是從各地來到大都市打工的阿姨們 需要培訓 需要管理才能上綱第一線照顧保保與產府 說個實際情況 中國在很多要找人抗議或是示威的場合 就顧個幾個大土婆坐著 在執法如山 高大威猛的公安都不敢靠近 沒人敢動人負一斤漢毛 這動了胎氣誰負得起者責任 知道懷過孩子有多摩嬌貴了吧 幾乎跟所有傳統服務業面臨的硬相相同 靠長地吃飯的 就算百分之百利用率 也很難突破企業發展的平頸 既得三年前給朋友的建議 應該嘗試把業務模式互聯網化 把門店就當作是旗艦體驗店 門店都不賺錢都不要緊 簡單的說 台灣對於家庭看護限制頗多 產府們好好做個月子 又不想麻煩老年人 去住月子中心成了唯一的選擇 在中國 雖然阿姨的公知已非同日而語 比本科生還高的例子比比佳時 但找個月嫂或是有帶孩子經驗的阿姨到家裡來做月子 還是比較容易的 月子中心做出品牌口碑之後 產府可以選擇合適的月數到家服務 省去了長地成本的硬相之後 價格也可以更優惠 對於只有單一需求的客戶 單獨訂購月子餐也可以提高中央廚房的利用率 而這些業務模式的改變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得到則與量的改變 但是朋友回答我一句 說他對於業務沒有大野心 只想把自己的小店戶好就好 上週又找我討論一樣的問題 我告訴他 現在企業足不足網 關係著企業的生存問題 已經是發展問題 在中國一片 互聯網家的聲浪中 他配感壓力 完整精彩內容 長見萬寶周刊1133期 全國便利商店及各大書店均有反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